欢迎来到白天刷不到,晚上抖不掉系列 熟悉尼哥的人,肯定记得我解说过了目的邂逅 而今天尼哥带来了这部电影,相当于深水版的目的邂逅 作为一部恐怖电影,胶尾肌肉和深海恐惧相结合 代入感更加强烈,好几处让人喘不过来气 电影前面铺垫比较长,但后面全程高能 我也会在结尾做出解析,请大家耐心看到最后 接下来我们一起探索,深藏于水底的神秘鬼屋 老规矩,当能处会有倒计时,胆小的朋友请提前做好准备 二伟和大美是一对湖外探险主播,专门探索闹鬼的鬼屋 两人经营了一个视频账号,发布一些探险的视频 可一直不温不火,于是他们决定下点猛药 去探索一个被洪水淹没的村子 据说那里经常闹鬼,准备好潜水的工具后 两人踏上了坐视之旅,来到目的地后才发现 这里就是一个旅游景点而已,根本没有什么可探险的 就在两人准备拜信而归时,遇到了当地人老王 导致两人来此的目的后,老王告诉他们 在森林的深处有个湖泊,湖底下有一栋保存完整的房子 非常适合探险,二伟听完很兴奋,还花了高价钱老王带路 这真的是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 一路上,老王总是深眯眯的盯着大美看,就像是看一个猎物 到达森林边缘后,三人只能下车步行,终于徒步了几公里 他们到达了老王口中的湖泊,两人迫不及待的装备好潜水服 以及拍摄用的水下无人机,氧气管可以提供60分钟的氧气 他们必须控制好潜水时间,随后两人开始下潜 正片从这里正式开始,很快他们就来到湖底 见到了一辆完好的老爷车,这让两人对接下来的探险充满了信心 两人继续往前游,遇到一处楼梯 根据老王的说法,他们沿着楼梯往下,果然找到一栋房子 这是一个独栋的楼房,铁门上写着禁止床路 明显以前是大户人家,他们从上方游过铁门,让他们奇怪的是 湖里明明很多鱼,这里却一条都没有 不过两人并未在意,两人游到房子前 看到进入了正门,是两三被锁死的杠门 沿着四周游了一圈,都没有发现能进入的入口 好在黄天不复作死人,二位在阁楼位置发现一个窗户 这条大鱼给两人吓一跳,阿伟急忙问大美,刚刚的画面又没有拍下来 得到大美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先让无人机进去探路 两人紧随其后,进入阁楼后,映入眼年的是一些家具 以及老师的电话,阿伟还找到一本书,就在这时 还好只是一个洋娃娃,可怎么看都觉得圣人 两人继续往下探索,在一个房间里,他们发现了一张全家福 上面是一家厕口,应该是这栋房子的主人 房间里还摆放着很多小孩子的照片,以及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 玩心大气的阿伟还玩起了木马,就在他自拍的时候 突然看到床帘后有个人影,大师拉开床帘一看 里面却什么都没有,就在这时,无人机发出警报声 似乎受到了什么干扰,画面变得极其不稳定 经常看恐怖片的都知道,这时鬼魂们开始出动了 等无人机恢复正常后,两人沿着楼梯继续往下探索 他们来到房子的一楼,找到了房子的大门 当他们拉开大门时,发现大门已经被堵死 上面全是抓痕,似乎是有人想从这里逃出去 此时一阵声响突然传来 阿伟听出那是钢琴声,遥控着无人机寻找声音的方向游去 经过餐厅时,无人机探测到有东西在动 但两人却什么都没看到,这让两人开始紧张起来 更加诡异的是,他们找到了发出声响的钢琴 却早已经破烂不堪,大门十分害怕 建议赶紧离开这里,可阿伟却觉得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这期视频肯定会在网上爆火 大门只能跟着他继续探索 他们在墙上发现了很多儿童的失踪海报 究竟是什么样的怪胎,才会收集这些东西呢 接着两人来到厨房,无人机又开始变得不稳定 继续深入时,发现了耶稣受难的雕像 而雕像的后面还有一扇门 本则要做就做大事的原则 阿伟推开了雕像,打开了那扇通往死亡的大门 大门打开后,里面的水是分的浑浊 还摆放着许多胶卷 很明显这家人正在拍什么东西 当大美的手电扫过房间时,看到了极其恐惧的一幕 两具尸体被吊在铁链上 地板上画着代表恶魔的图案 似乎在举行某种邪恶的仪式 大美被吓坏了,想要马上离开 阿伟也有点慌,顾不上继续拍摄 急忙带着大美原路返回 可他们来到入口处时 却发现外面多了一堵墙,根本就出不去 很明显,他们这时遇到了鬼打墙 大美直接就被吓哭了 就在阿伟安慰大美的时候 阿伟回头看去,却什么都没有 安抚大美的情绪后,他们想砸破玻璃出去 可这里的玻璃明显是中国制造 美根板还坚硬,正束手无策之时 大美看到了一条大黑鱼 正是他们进入房子前看到的那条 两人反应过来,既然鱼能进来 说明还有其他出口 他们急忙跟着鱼往前游 可越有越不对劲 再次回到了那个有尸体的房间 虽然确实找到了出口 可那只是一个通风口 人根本就过不去 这时大美发现尸体上方有个出口 连忙游上去 却发现出口被铁栏方锁 就在他房灶的时候 无人机竟然放出了音乐 大美回头一看 发现两具尸体都不见了 那些铁链仿佛有了声明 开始往他身上残去 就在他绝望的时候 阿伟伸手拉住了他 大美急忙说尸体不见了 可转头一看 两具尸体又好端端的出现在眼前 做死的阿伟伸出手 拿下了尸体上的面具 让人惊讶的是 尸体保存了十分完整 在水下放置了五十年 没有丝毫腐烂的迹象 这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两具尸体突然睁开了眼 两人被吓得转身就跑 尸体在后面穷追不舍 这一幕实在是有够圣人 两人游出房间后 急忙叫门关上 选着又选逃过一劫 等门后安静下来后 两人继续寻找出口 阿伟想起了烟囱 这是两人现在唯一的希望 他们沿着烟囱向上爬 可没爬出多远 烟囱就发生了坍塌 一阵混乱过后 阿伟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卧室 从墙上的照片里 他发现了一个秘密 带他们来这里的老王 居然是这家房族的儿子 那么他将两人骗到这里 又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呢 透过无人机的监控画面 阿伟看到外面在寻找自己的大美 他大声的呼喊 可大美根本听不到 这时旁边的柜子缓缓打开 一个女鬼走了出来 阿伟被吓得躲进床底 女鬼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缓缓走到了床边 随后转身离去 就在阿伟以为安全的时候 突然 另一边 大美来到厨房寻找阿伟 餐厨上的灯开始闪烁起来 大美尖叫着逃跑 在慌乱中 他推开卧室的门 发现了一动不动的阿伟 阿伟的面造已经损坏 说话也变得十分僵硬 就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但此时的大美很害怕 没有注意到阿伟的变化 阿伟说他找到了出口 就带着大美往前游去 再次来到放置尸体的那个房间后 阿伟推开了墙角的柜子 后面果然出现了一个出口 进到里面后 却发现这里根本不是出口 而是来到了另一个房间 阿伟说这里很安全 我们都是被选中的人 此时的大美就算在啥 也发现了阿伟的不对劲 就在他想逃离这里时 身旁的墨布却突然亮起 放映机开始播放画面 揭开了这栋鬼窝的秘密 原来这里就是老王的家 他和他的家人都是变态 经常绑架附近的小孩进行人体实验 后来事情败露 那些孩子的家人前来复仇 只有老王侥幸逃脱 他的家人全都被杀 并用田链掉了起来 就在这时 墨布慢慢被撕开 一只女鬼从里面游了出来 这就是老王的姐姐 阿伟明显已经被控制 想让大美加入他们 大美自然不可能答应 从墨布的裂口逃了进去 后面是很宽广的地下室 地上有一个祭坛 上方有一个狭长的出口 此时大美的氧气含量只剩下2% 他急忙朝上面游去 阿伟却突然出现抱住了他 想要将他留下来 几次恶鬼也追了过来 慌乱中 大美拔刀刺伤了阿伟 大美来不及被伤 只能急忙逃命 三只恶鬼也追了上来 大美只能脱下氧气瓶 一招经常脱鞘 摆脱了束缚 终于从出口游了出去 三只恶鬼也没有继续追 他们似乎不能离开这里 大美逃跑到外面后 拼命往上面游去 就在他已经看到阳光时 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住 被活活便死在了水里 缓缓沉入了湖底 而湖面上沉浸如斯 等待着下一位有缘人的到来 几天后 老王带着两个妹子 再次来到了这里 接下来就是对电影的解析 其实电影的剧情很简单 就是一对小情侣鬼屋探险 最后遭遇鬼魂袭击双双云命 故事情节非常老套 最让大家看不懂的地方 就是老王为何要把人骗到鬼屋去 电影里也没有交代 根据我个人的理解 从鬼屋里那些图案可以看出来 老王一家都是邪教成员 生前抓小孩做活体实验 是为了进行献祭仪式 被人们复仇杀死后 变成了邪恶的亡灵 但他们想用村于是 就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祭品 而他们又无法离开那栋房子 侥幸逃脱的老王也是个大孝子 不停地寻找猎物 为家人带来祭品 电影也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没事别到处瞎溜达 好好待在家里看立哥的视频 他难道不像吗